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改善PS5的声音系统 我玩PS5用的显示设备是一台显示器 这个视频的主角主要是这两个东西 虽然这两个东西和PS5声音系统 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它们有一些间接的联系 我用的这台显示器 它是没有音箱的 虽然现在有很多显示器 它有音箱 但是那个声音效果也是很差的 就算是你用的电视 普通的电视 它的声音效果也是很差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PS5的声音输出到音箱上 首先这台PS5的机器 把声音通过HDMI线输出到这台显示器上 但是这台显示器是没有音箱的 但是这种显示器 它都有一个3.5毫米的一个接口 就是这种耳机接口 一般显示器也都会配备这么一条线 两头都是这样的 一头插显示器 另外一头插音箱 或者插耳机 那我这个音箱呢 它前面 有一个AUX印 有这么一个口 可以接这个接头 那顺理成章的 显示器会把声音传到这个音箱里 这样就有声音了 声音是没问题的 也很好听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个插头啊 插在音箱的前面 感觉很不正式 桌面有点凌乱 有一种临时的感觉 所以我想把它改善一下 我为什么要买这两条线呢 这块声卡 它是Tascam的US2x2声卡 我的台式机电脑和苹果笔记本电脑 都会用这个声卡来输出声音 这个声卡后面有两个孔 是这种6.35或者叫6.5的孔 这头插在声卡上 另外一头插在音箱上 这个音箱后面也有两个输入孔 一个是6.35的孔 有两个左右声道 还有两个是AV线的那种 叫莲花头的孔 那个莲花头的孔是这样的 这条线也是很多年前的 我都忘了它是哪来的了 可能也是音箱带的吧 应该不是音箱带的 因为它有三条线 这个头接到显示器上 用于声音输出 那这两个头呢 应该是白和红 这两个头接到音箱上 因为这个音箱后面支持这两个 同时它也支持6.35的头 就不需要音箱前面版的那个AOX印了 这样桌面会更简洁 下面开始折腾 在插拔音频线的时候 最好把音箱关掉 刚开始说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 这条线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是一分三 那这个口又有视频又有音频 这两个是音频 这是视频 所以说这条线是不行的 还好我家里有比较多的这种线 这种线才是可以的 我还没事 我还没事一会试一下 这个是一分二的纯音频线 下面插上试一下 好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声音好听多了 这个好听真是玄学 其实也差不多 通过这次更新 一共替换了这两条线 一个是显示器自带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买的 也是从滩家买的 我之前用的是这个方案 虽然这条线 样子 有点变化 显得很旧 但是它的金属头还是很给力的 现在这条线也用不着了 回头除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Oshia 我们下次见 欢迎关注订阅点赞评论